江口阳界,九锦法子,福山雅治,是当年多少人的男神女神。 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部经典的日剧吧。 曾是长跑运动员的百慕达野,因为伤病提前结束了自己的运动生涯。 七年前,父母因为车祸意外丧生,于是自己与弟弟妹妹共六人,各自被安排的领养家庭所接走生活。 而现在,身为长子的达野,回到东京打算告诉大家即将结婚的喜讯。 车上与同座的老婆婆回忆满满地聊起了家人们,期待着到站之后那一幕幕温情的画面。 然而现实却是,根本没有一个弟弟或妹妹来迎接她。 虽是如此,在租了一间独立小屋安顿好之后,她还是非常乐观地决定去找他们。 先是找到了,在公司会计部上班的老三小雪,而小雪似乎跟公司的上司,一个有妇之夫在交往。 小雪其实不是他们的亲兄妹,而是当年百慕诊所单亲妈妈的气因。 被他们心软的父母收养。 小雪见到大哥很高兴,因为收养他的两夫妻离婚了,所以自己搬了出来,还没有收到达野的信。 撞见小雪和上司好事,非常生气地达野,本想教训对方一顿,反而既不如人被对方放网了。 小雪也非常抱歉,这一次的见面就这样不欢而散。 老五小梅所寄养的高桥家,对她一直非常恶劣,跟她同龄的女儿无故学习的小梅,随心所欲地听着自己的摇滚乐。 可想而知,这七年来,小梅的处境有多艰难。 所以即使久未见面的大哥找到她,她的内心也是充满了矛盾,久久不发意。 老四和也在运输公司工作,但是曾经因为伤人罪被送去过赶化院,因此常被警察用不公平的手段看待。 辖区发生了伤人的事,也让她无缘无故地受到怀疑。 世人的目光和社会的不公,使得她早已自暴自弃,整天跟一些游手好闲之人混在一起。 达也试图用掌胸的威严让她远离他们,反而被她反将一军吓得不轻。 老二雅也,被环境优渥的木内家领养后,受到了非常好的教育,优秀到超越了其养父的亲生儿子,而被指定成木内医院以后的继承人。 获熙达也要来找她的讯息,养父告诫她,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她是个羊子,她丢不起这个人,并交给了她一笔钱。 达也把不愿被发现是院长羊子的老二雅也拉了出来谈话,老二也很直接地说了心中的想法。 于是达也非常失望地离开,小雪则跟老二说,大哥这次其实是来告诉他们他要结婚的消息,并没有他说的那种意思。 而这时,失落的达也正在无奈地痛苦,难道就因为七年不见,手足之情就都消失了吗? 小梅不待见他,老二变得好像眼里只有钱,老四更是直接对他动起了刀子。 就连身旁的小雪,行为也是这样的不令人放心。 小雪的一番话让达也重新振作,决定收拾好心情,明天就去找老妖文也。 但是来到收养文也的舅舅这里,却被告知他两年前被摩托车撞伤,导致膝盖以下神经坏死,知觉全无。 而这个所谓的舅舅,拿着父母最多的保险金,却还是把文也一个人送去了疗养院。 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之下,文也还患上了一眼, 从来这里至今都没有说过话。 充满愧疚的达也决心把文也带在身边同住,他相信未婚妻会理解他,即便他也不怎么会照顾人。 在把文也接回来之后,父亲的好友,同样是开诊所的幸福叔叔说,文也的情况不乐观,甚至以后能站起来都困难。 达也让小雪帮忙,把弟妹们喊过来句一句,并也好让他们知道现在文也的情况。 虽然之前见面发生了很多不愉快,但生性豁达的达也,还是非常憧憬着兄妹们团聚的幸福。 小梅找到二哥雅也,因为之前对大哥态度不好,希望能和他一起前往,而雅也则说他做的过分多了,直接就用钱打发来找他的大哥。 或许是想到大哥需要去忙着筹备洗衣店的事,以及文也的现状,小雪只要有空就会过来照顾他们的生活。 而今天达也的未婚妻千赫也恰好过来。 刚回来的达也,发现在门口徘徊不前的小梅。 进去后发现,幸福叔叔竟然在跟千赫说着达也小时候的糗事。 随后达也和千赫在房间单独聊了文也的事情。 虽然是先斩后奏,但一番解释,千赫还是很体贴地表示尊重他的决定。 原来老四河也所在的运输公司,原本用于发新的180万被投了,于是同事们第一个就怀疑进过少管所的河也,本想忍忍就过去,直到对方出言不逊,直接侮辱他的家人。 随后达也和刚好来到的老二雅也一起去了警察局找老四。 被打的同事并没有大碍,只是对老四有偏见的警察始终认为,钱一定是老四偷的。 老四一言不发,而大哥在两个弟弟不理解的目光下,一直在跟对方赔礼道歉。 因为在警察局签字做了监护人,所以老四也要去大哥内住一段时间。 雅也认为大哥在警察局的行为是在向权势低头,于是对他颇有怨言。 未婚妻的父母霍西,达也接回了弟弟一起生活,担心女儿将来受到拖累的他们,为此打算取消这门婚事,除非达也能将弟弟送走。 达也千头万绪,苦思冥想的他左右为难,一时不知道该做何打算。 得知演员历奈真实病情的雅也,出于同情答应,跟他出来喝了几杯。 送他回去时,碰巧发现了小雪和他上司的事情。 河野因为达也偷偷把钱还给了他的老板,所以暴跳如雷。 这不是坐实钱,其实就是他偷的吗? 怕伤及文也,达也把他拉了出去。 小雪和雅也正好也这时回来,弟弟妹妹们非常不理解他的做法。 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这笔钱也是他这七年来辛辛苦苦攒下来的。 拿出去的时候,心里都在滴起。 正所谓掌兄如父,父母已经不在,达也觉得他有责任,一定要照顾好他们。 而且他认为,河野的老板是个好人,因为现在的环境,愿意请有前科的人已经没有几个了。 这时候,门铃响起,竟然是河野的老板申见先生来了。 他一进门便二话不说跪了下来,承认其实公司的钱并没有丢。 只因为最近公司财务状况不好,是为拖延时间所编造的谎言,他也没想到事情会闹得那么大。 雅也非常生气,他的行为让河野受了很多委屈。 但达也看得出,即使公司财务状况不好,他也没有通过财源来解决问题。 钱失而复得,大家都很高兴,本想叫的大餐庆祝庆祝。 但一想到这笔钱,可是以后开店和幸福生活的希望啊。 所以决定还是叫小雪去煮个面吃算了。 第二天,达也跟未婚妻千赫谈及婚事,考虑到既是恩人又同时是千赫父亲的反对。 不忍抛下弟弟,又怕拖累千赫的达也,忍痛地主动取消了他们的婚约。 小梅凭着自己的努力,成功考到了新尼的大学,但还来不及高兴,寄养家庭女儿的一番话,又将她狠狠地拉回了现实。 为了学费,小梅请教幸福叔叔有什么兼职是她可以做的。 她开玩笑说要收入高的话,只能去做陪酒女郎了。 说着无心听者有意,在街上看到的一则招聘广告,让她若有所思。 这天,河也陪着文也在公园看小孩子踢球,正在自言自语说自己喜欢文静的女孩。 有空就弹弹钢琴,下午没事就带小狗到公园散步。 小雪跟达也说起,今天文也竟然讲话了。 达也一脸难以置信,觉得肯定是河也吹牛。 河也这家伙肯定是发情了,所以现在不太正常,不要相信她。 一低头刚好看到浓妆艳抹的小梅,一路跟着过去,竟然发现她进了夜总会。 于是火急火燎地回家告诉大哥,但是达也说什么都不相信她,觉得她一定是吹牛瞎说。 正满脑子筹备开店事宜的达也,这是突然问小雪和上司的事情。 小雪则有些小心思地说,让达也替她做决定。 达也则有些生气道,恋爱不是别人说什么,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事。 小雪回公司辞掉了工作,并彻底和上司划清了界限。 达也刚回到家,看到搬家公司的车刚刚离开,以为是千鹤不顾父母反对搬了过来。 没高兴多久,发现其实是小雪正式入住百慕家,照顾他们的日常起居生活。 达也跟幸福叔叔准备陪闻野去一趟公园散散步,可也再次说起小梅去了夜总会工作的事。 达也还是不相信她,直到幸福叔叔反应过来,小梅确实之前有找过她。 谈找工作的事,她才敢相信她说的可能是真的。 一脸气愤的到了夜总会,找到小梅,问她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工作,小梅也只好说出实情。 虽然没有多少钱,但是为了保护她,达也决心只要她不辞职就每天去找她。 一番真情流露的表达后,小梅又被其他做的客人点了过去,因为再也没有钱延长陪酒的时间了。 达也只能准备过去,强行带小梅走。 一日,小梅正式搬离这个曾经的寄养家庭,走之前还在对方的提醒及要求下,感谢了她这七年来的照顾。 至此除了老二哑也,百慕家的孩子终于再次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小雪知道达也现在负担更重了,而且还要想办法给小梅筹学费。 于是拿出了工作多年的二百万积蓄交给她。 达也的洗衣店终于开张,兄妹六人齐聚店前开心的拍照留念。 开业第一天,生意就很不错,这样达也干劲十足。 这时来了一位客人,竟然是小梅之前在夜店上班的同事,莫莉。 直到她离开店里,达也才发现她还留了个婴儿在这里。 画面一转,一只小狗一直跟着在回家路上的小梅。 小梅知道家里很穷,养不起她,说不定哥哥们还会饿起来把她吃了。 不经意间,小梅发现姐姐在对面的咖啡店和一个中年男人聊着什么,似乎不太开心的样子。 小梅还是把狗狗带了回家。 一番打闹之后,在妹妹的撒娇哀求下,达也还是同意了小梅养她,还亲自做了间狗屋,并给她取了名叫贱贱。 而这时河野正带着贱贱去到公园,希望再次偶遇上次的长发女孩,只是贱贱关键时刻不太给力,让她出球了。 气得河野想把她扔了,这时门口来人,原来是孩子的妈妈莫莉来了, 因为知道达也是小梅的哥哥,所以今天才会放心留下孩子去打卡。 达也因为感谢她之前关照过小梅,所以觉得没什么,只是她的行为正好戳中了小雪的伤疤,想起了她被生母遗弃的过往。 随后达也送莫莉母子俩回家时,解释了小雪这样态度的原因。 而莫莉也很理解,因为她也是未婚生子,不一样的是她没有抛弃孩子,虽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孩子还是黑户。 达也鼓励她,觉得她真的很伟大,因为在她看来,养大一个孩子比取得奥运冠军还不容易。 家里这边,小雪的上司竟找上了门,知道姐姐不太开心的小梅,告诉了几个哥哥他所知道的。 二哥牙也感到,很直接地说,让上司不要再缠着妹妹,那么想要女人,就自己花钱找去。 而恼羞成怒的上司,直接言语侮辱起了小雪,才是为了利益接近她的那种人。 如果不是她,她这种无父无母的短期大学生,根本没公司会请。 不忍看到妹妹受辱的牙也,忍无可忍,只是对方曾是学界拳击冠军的身手, 根本无法伤及她很好,反而让自己搞得狼狈不堪。 但就算这样,小雪让老四阻止她时,牙也表示谁都不要拦着她,必须让她收回当残侮辱小雪的话。 最后,在达野老四一顿虚张声势下,被分散了注意力的上司,终于被牙也抓到机会。 面对清朝而出的百慕家,上司就算在不甘心,也只能拾去地离开。 这一次的一致对外,使得达野更坚定,让牙也回到这个家的决心。 原来,幸福叔叔还有牙也的养父木内,当年和他的父亲一样同时追求过自己的母亲, 而且还跟木内有过婚约,但不知为何最终还是选择了父亲。 但想必之所以收养牙也,是因为他长得最像母亲吧? 木内只把他看成母亲的孩子,于是达野亲自找到了木内,说明来意,希望他能让牙也回家。 木内表示,想当年就是泰心软放走了他母亲,所以才害了他。 达野则知道,他们一家生活得虽然轻苦,而母亲也整天取笑父亲,但每次说的时候都笑得很开心,纵使达野一番发自肺腑的陈述。 现实的木内依然觉得他的目的只是钱,并丢给了他支票让他写。 一直在门外听着的牙也,终于忍不住进来。 我现在就出了这个家,你不能进入这个家了。 那是我的値段了,我同时是父亲的父亲。 无论如何,在感谢了对方七年来的养育之恩后,牙也终于要回归百慕家了。 只剩七年。 百慕家的孩子再一次完完整整地聚在一起,因为达野预算不多,老四只能在自己工作的工厂,买了不破旧的小面包回来给店里送货。 大家一顿嬉闹吐槽后,小梅和二哥一到去工作上学,眼看达野和文也还在吵个梅完,小雪没好气再看下去,晒衣服去了。 进屋不久之后,就听见隐隐约约的歌声传来。 文也竟然说话了,于是赶紧把这事告诉大哥。 一番商量之后,既然开始说话了,达野决定去附近学校为文也办理上学的事。 立奈再次耍起了小姐脾气,为了让她心情好一点,牙也主动邀请她去家里做客。 身为独生女的立奈,也非常期待他们家里那种热闹的气氛,所以欣然应允。 另外老大和老四最近桃花孕都不错,河野欣喜发现喜欢的长发女孩,竟然是妹妹小梅的同学。 打野则等小梅的前同事走得越来越近,这让小雪盈盈有些吃醋,所以不等她回来,便让大家吃饭。 一日,牙也领着立奈去家里,途中为了庆祝文也能上学。 为她挑选了书包作为礼物。 到了家之后,立奈非常羡慕他们可以整天这么热闹的生活。 而大哥去了学校办手续,久久未回,让本就自卑的文也,敏感地想到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 不久达也回来,虽然家里来了新朋友,但平时豁达开朗的他,这时却没有了往常的精气神,没说什么就表示很累去房间休息了。 神经大条的河野却没那么多小心思,直接去了房间想叫大哥出来。 文也说他其实不想上学,一个厕所都不能自己去的人,只会成为别人的取笑对象,求大家不要管他。 但是百慕家的大哥又怎么会这么轻言放弃? 达也直接推着文也到学校,跪求校方能破例一次。 但是校方有自己的理由和坚持,还是建议他将弟弟送到福利机构的学校就读。 无奈之下只能无功而返,弟妹们这时也怪则大哥这次太冲动,把文也吓得不轻,这只会让文也更被人看不起,所以大家都要求他应该向文也道歉。 当时看这一段也很不理解,觉得有点过分。 其实想想大哥说的也没有错,别人只能帮你一时,而自己所构建的心理家宿,最终也只有自己能够解开。 打不死的达也决定去学校收集学生们的签名。 家里荷叶和小梅正在为没人做饭而抱怨,于是渐渐理解大哥的哑也,难得教训起两个小子。 面对达也他们的行为,校方警告再不离开将报警处理,此时二哥哑也他们也赶到。 看着学校前,哥哥姐姐们为他所做的一切,以及想起一路走来,大家对他的关心和付出,文也渐渐想通,于是决定出来丁家人们,勇敢地面对眼前的这一切。 众人在饭桌上高兴地讨论着,明天早点起来继续收集签名。 你羡慕百慕家的生活吗?无论什么困难,都有兄弟姐妹一起面对,不会因为一个人感到无助孤独,即使日子过得不轻松,也总能乐观地面对。 花痴,一种对异性产生幻想,并举止异常的精神状态。 有多异常,吃货河也把大哥那一份蛋糕吃了,大哥竟然没有生气,弟弟妹妹们捣乱把房门都压倒了,也还是没生气。 即使滚下楼梯,嘴上说着疼,脸上依然挂着满满的骚气。 一大早河也就缠着小梅在说着什么,原来她想让小梅帮忙约她朋友出来,但是小雪觉得对方条件很好,河也恐怕没有什么机会。 河也说难道女生只在乎样貌,学历,收入吗? 小梅正以为大哥会说她两句让她放弃,但正在花痴的大哥,此刻的脑回路可跟平时不太一样。 随后,接了茉莉小姐的电话后,更是饭都不吃,就找对方去了。 原来,茉莉是想让达野,周日陪她一趟,让达野假扮她的男朋友,去拒绝一个客人的追求。 达野当然毫不犹豫地答应,只是这样一来,就放了小雪的鸽子。 于是,拜托雅也替自己去找小雪,而雅也同样找了理由爽了丽奈的约。 丽奈不知道小雪跟她们没有血缘关系,所以很奇怪雅也竟然会为了妹妹, 而放自己鸽子,不想坐垫灯泡的小雪找了个借口先行离开。 丽奈因为得知自己的角色被替换,所以质问自己究竟得了什么病,情绪一激动。 虽然知道只要安心静养,以后一样可以正常生活,结婚生子, 但是再也做不成演员,这种理想的破碎让她无法接受。 而达也这一边,正在等待茉莉的追求者到来。 情敌见面分外紧张。 这位叫斋腾的先生也不隐瞒,自己在女人面前很紧张。 达也则好像抓到了把柄,给对方讲起了恋爱经。 斋腾是大企业的员工,问达也在做什么。 达也一时语色,随后在茉莉的配合下冒充起了青年企业家。 但斋腾还是很怀疑他们两个是否真的在一起, 并真情流露地给茉莉说了一番心里话。 见对方还是不愿意放弃,茉莉只能使出全力。 临别时,斋腾希望能看到达也的决心, 是否真的能给予茉莉幸福。 彻底沦陷的达也,这时也假戏真做了。 很诚实地说自己其实不是什么青年企业家, 但是和他一样,并不嫌弃茉莉所从事的职业, 也一定会真心地照顾他。 随后两人去接孩子, 茉莉正在若有所思地想着什么。 第二天,达也跟弟弟妹们们宣布, 今晚决定跟茉莉求婚。 下午小雪去买菜, 正好碰到了茉莉和一个男人在一起。 原来她经过一晚的考虑之后, 决定接受斋腾。 不知道达也已经假戏真做的茉莉, 很感谢达也的帮忙, 才让斋腾说出了对自己的心意。 知道真相的小雪回到家, 发现兄妹们已经把家布置了一番准备庆祝。 精心准备了玫瑰花的达也, 还是来了。 不知道对方误会了的茉莉, 刚好一起感谢下达也这个恩人。 直到这一刻, 达也才真正地反应过来, 小丑竟是我自己。 知道真相的弟弟妹妹们, 匆忙把布置好的装饰, 和准备好的食物撤掉, 准备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 只是管不住幸福叔叔这个猪队友, 哪壶不开提哪壶。 伤心的达也跑到居酒屋去买醉, 一直喝到别人打烊, 并且还不够钱结账, 不放心的小雪及时出现, 结了账并准备带她回家。 看着正在怀疑人生的达也, 早已对达也暗生情愫的小雪, 忍不住说出了心底话。 为了避免尴尬, 小雪表示是为了安慰大哥才那么说, 但是雅也心里却不能平静, 和达也喝酒谈起她对小雪的感情, 从小就知道彼此没有血缘关系, 所以心里其实一直没把她当妹妹看待, 这让达也很是惊讶。 不死心的河也, 主动创造着接近女神的机会, 问起她上次为何无端哭泣, 她也坦白了自己被渣男玩弄, 并搞大肚子的事。 知道真相的河也很心痛, 但也尽力为她想着办法, 得知对方还是二哥的学弟后, 气愤地去学校找到了她。 一向最能吃的河也, 无精打采地吃了一点就上楼。 半夜, 听到动静的小雪, 看到河也在偷大哥箱子里的钱。 早上发现钱不见得打野大发雷霆, 十万日元, 店里可是要洗五百件衣服, 才能赚回来。 随后, 河也找到幸福叔叔, 拜托他介绍相熟的妇科医生给他。 半知半解的叔叔, 暗示了打野这件事, 误会河也搞大别人肚子的他, 瞬间愤怒直爆表, 而这时河也正花着他的钱, 带着女神刚做完了检查, 给他买了件衣服, 加了个娃娃, 滑了个船, 为了哄他开心再跳了个水。 当然最后还是值得的, 送他回家后换来了女神的一个goodbye kid。 心情大好的河也, 决定主动跟大哥坦白钱的事情, 但大哥现在愤怒的可不单单只有钱的事, 根本来不及解释, 可怜的河也又被大哥揍了一顿。 知道真相后的打野, 一个劲的夸河也像他一样, 有正义感, 这件事做得对, 真不愧是我弟弟, 至于钱嘛, 就从他工资里慢慢扣吧。 牙也吐槽, 刚才不知道谁下手贼狠, 还骂他人渣, 烂泥服不上墙, 河也再次陪着他的女神到了医院。 牙也这一边, 利奈说哪一天妹妹如果不要他了, 就打给他。 送走了利奈, 转身再次见到那位, 搞大河也女神肚子的学弟。 河也准备了项链, 打算今晚正式跟女神表白, 兴致勃勃的他发现对方还没回家, 于是决定明天再来。 正幻想着以后跟女神没羞没骚的日子时, 现实也来得非常的快。 不是对你没感觉啊, 只是你没开宝石节, 备胎就是备胎, 永远无法转正。 出钱又出力, 到最后也只换来了对方, 装作不认识般的匆匆离开, 终究是错付了。 因为只闻齐名不见齐人, 雅也首次见到河也所谓女朋友真容之后, 意识到今晚又多了一个怀疑人生的备胎。 河也问二哥, 像他这样的条件应该不缺女人吧。 雅也则探似凡尔赛地回答道, 和那些像鲤鱼一样, 被鱼尔吸引就游过来的女人一起, 不会有真正的爱情。 最后, 雅也叫了他们医院, 一群护士小姐姐陪币, 算是好好安慰了小备胎受伤的心。 这一边放下心来的大哥, 跟小梅说, 要是有一天, 有两个很好的男生出现在你面前的话, 请你闭上眼睛, 不看他们的外表, 是否有钱, 学历高不高, 握着他们的手, 用你的心去感受。 为何当年, 会有娶妻要娶日本妻一说, 看看这个女人, 每天买菜并负责一家六口的早午晚餐, 然后再去店里忙前忙后, 准时清洗和晾晒全家每天换下的衣服, 帮助残疾的弟弟洗澡, 照顾好妹妹的小情绪, 负责缴纳家里的各项杂费, 你以为完了吗? 睡觉之前, 还要记下这一天的各种开销, 这出的厅堂, 入的厨房, 是不是都怕不够形容她的优秀了呀? 但是现在, 这种女人即使在日本, 也应该比熊猫都稀有了吧。 不服的朋友请在评论区应战啊, 咱们在这里先给小雪姐姐点个赞, 为了这个家操碎了新的小雪姐姐, 终于继劳成吉类岛了, 幸好只是长期劳累, 导致抵抗力降低, 所以有点感冒发烧。 达野这个时候, 告诉小雪今天接到她的生母电话, 并可能想见面的消息。 小雪断然拒绝, 既然已经十年没有联络了, 现在还见有什么用? 何况她早已彻底融入这个家了, 她现在叫百慕小雪, 见她如此坚决, 达野只能把小雪的心意转达给她生母, 但是没想到, 她生母来这里的目的根本不是想接回小雪, 而是借钱。 两人交谈的情况, 刚好被河野看见, 以为哥哥换口味, 喜欢有夫之妇了, 为了防止被几个小子知道, 达野把老二雅野叫出来谈小雪生母的事, 知道生母目的的雅野同样很错愕, 而更不可以理解的是, 达野还真打算筹钱借给她, 理由是毕竟那是小雪的母亲, 这同情心也太内得了吧, 我反正不能理解, 并且只会送她一个字, 什么字呢? 大家弹幕刷起来, 小雪姐姐不舒服, 做饭的事只能小梅应上了, 当然结果就是, 一顿教科书般的黑暗料理, 几个哥哥一顿毫无保留的嫌弃, 就连一贯没什么意见的弟弟也吐槽起来, 这让小梅找到幸福叔叔大涂苦水, 甚至怀疑起自己不是亲生的, 所以才会被他们这么说, 幸福叔叔好不容易安慰好了小梅, 回到家里, 看到还没完全康复的姐姐, 给家里准备了火锅, 家人们一边夸赞姐姐, 一边又数落起小梅, 并要求她给今天的行为道歉, 再次受到打击的小梅, 饭也不吃了, 直接回房间生起了闷气, 却不巧看到了小雪之前与生母来往的信件, 第二天, 完全康复的小雪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早饭, 期间, 可也把看到大哥和一个女人一起的事说了出来, 打野和哑也本想转移话题糊弄过去, 但得知真相的小梅, 直接把女人的身份说了出来, 一脸无奈的大哥, 只能和大家说清楚小雪的身世, 在知道和小雪没有血缘关系后, 几个小的都显得很不习惯, 唯也拒绝姐姐在帮她洗澡, 和也主动洗起了衣服, 小梅更是直接表示, 幸好以前跑马拉松的心脏不错, 不然回到家的大哥, 看到三小只的所作所为, 应该会原地暴毙吧, 大哥的话聊还是很震撼的, 两个弟弟当即表示悔过, 唯独感觉两个哥哥偏心的小梅, 无法接受, 要是知道小雪生母只是来借钱, 没想过见小雪的话, 她是否还这么想呢? 雅也跟养父借了钱给了小雪生母, 条件是永远不要出现在小雪面前, 而她也毫无意外地答应了, 一个从小被抛弃的孩子, 内心究竟有多寂寞, 又是多么渴望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呢? 不忍残酷的现实, 再次摧残小雪, 雅也编了一套善意的谎言片档, 生母这次来就是想弥补遗憾了, 随后多年来对小雪的情感, 再也压抑不住。 而这一幕又被小梅看到了, 求而不得的哑也, 喝醉后和丽奈春宵一刻后, 一夜未回, 小梅再一次的语不惊人死不休。 已经被这一切搞得焦头烂额的小雪, 不得不选择离开这个他如此依恋的家, 打野发现小雪留下的一堆食材, 和他最爱吃的布丁食, 已经太迟了。 此刻的小雪再次截然一身, 乘着列车去往未知的远方。 家里一下少了两个人, 气氛顿时显得冷冷清清, 看大家都闷闷不乐, 心不在焉的, 小梅觉得他们心里都在怪责他, 只是嘴上不说。 见小梅误会这么深, 打野只好把小雪生母真正目的告诉大家, 几人转念一想, 这样一来, 小雪是真的无家可归了。 第二天, 打野接到小雪的电话, 要了生母家的地址, 打野为了怕妹妹发现不对, 所以告诉了她。 打算在小雪之前跟她生母打好招呼, 不要提起钱的事。 但是再好的计划, 都赶不上变化, 一番长途跋涉, 走累的小雪渴了。 随后, 这个小女孩为小雪带起了路, 而最后发现小雪要找的地方, 竟然就是她的家。 健身母已经重组了家庭, 还有了孩子, 小雪心中五味杂陈, 也瞬间明白雅语当时跟她说的话, 只是为了怕她伤心而编造的。 于是, 小雪借口因为是父亲忌日, 所以顺便来看看父亲的朋友。 而这位所谓的母亲, 至始至终都没发现小雪就是她当年抛弃的女儿。 直到打野的电话打了过来, 小雪问眼前这一个和她同母异父的女孩, 你觉得妈妈对你好吗? 截然一生的小雪, 看着这些年来的信件意识到, 这一刻起她在这世界上是真的无家可归了。 打野把贫血的小雪带到幸福叔叔诊所, 并拜托幸福叔叔给还心存借地的小梅打一个电话。 而这时小雪这一边, 打野直接让幸福叔叔抽了自己的血输给小雪。 打野准备带着已经没有大爱的小雪回家, 和野这时也带着醒悟的小梅一起前来, 但是小女孩脸皮薄, 一时也不知道如何面对。 但幸好还有百慕家的通用表情。 百慕家的三小之波折不断, 先是这个叫刘美子的美术学院学生, 因为从小被比她优秀的姐姐吻压一头, 就连喜欢的人也被姐姐夺走。 所以心中那自卑又急于证明自己的心理, 使她不惜做出以指导文也画画为由, 实则抄袭文也画作的勾当。 在被身为大学美术教师的姐夫时穿抄袭后, 又被文也撞破他们的不伦关系。 可怜的文也因为对刘美子有了好感, 甚至不介意他的抄袭。 但是恼羞成怒的对方, 却对文也不管不顾地说了非常过分的话。 本就自卑的文也, 自己的画作和人格同时被人这么侮辱, 使得他一时间无法释怀。 虽然最后有惊无险, 但是这件事也让文也再次不言不语。 又封闭了自己。 小梅这里, 在回家的路上发现有人一直在跟踪着她。 所幸天色没有太晚行人不少, 所以跟踪狂没有继续跟上, 总算松了一口气。 刘美子的姐夫过来打算替她给文也道歉, 但是此刻刚受到伤害的文也拒绝见到她, 因为知道对方是美术学院的导师, 打野希望对方可以收下文也这个学生, 让她以后有一技之长。 对方以画画要有天分为由拒绝了, 打野知道不能勉强只能作罢, 但是却忘了把文也的画本一起带走。 又被揍了一顿的和野, 满身是伤得回到家, 遇到了刘美子的姐夫。 当画家赚钱给大哥买一间大房子, 让一家人不用租房子住, 知道弟弟有这样心意的大哥, 再也不舍得, 像上次上学的事一样勉强他了。 虽然很高兴, 而且本来也是自己先请求的, 但也不得不遗憾拒绝。 因为被二哥的一番画, 再次想起画画出新的文言, 和二哥一起匆匆赶到。 今天是小梅的17岁生日, 打野难得大方了一把, 给他在大商场挑选了礼物, 并为他精心准备了生日派对。 小梅这时在幸福叔叔诊所, 照顾感冒发烧的他, 牙也和小雪半针半甲地讨论着, 小梅可能喜欢幸福叔叔, 毕竟父亲早逝, 导致小梅有恋覆情节也不一定。 打野一听, 当然直呼绝不可能, 也绝不可以。 天色已晚, 幸福叔叔本想爬起来送小梅回家, 但是状态也确实不太好, 只是小梅似乎忘了之前被跟踪的恐惧。 家人们都在等待小梅的回来给他惊喜, 只是见他久久未回, 打野决定去路上接他。 此时的他还是心情愉快期待着, 小梅回家后生日派对之上的欢乐, 直到他在路上看见小梅的书包, 和遗落在偏僻工地的一支鞋。 小梅在医院被打了镇静计, 暂时睡着了, 一家人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噩耗, 一时半会都没有办法消化。 知道消息的幸福叔叔也急忙赶到。 歹徒很快被警方抓到, 一个补习班的学生。 作案理由是成绩不好, 心情很差, 历史冲动。 第二天, 对方的家属, 委派的律师来到了柏木家, 似乎调查和算准了, 受害着女孩家里的经济状况, 以及为了保护女孩 不会提出空道的心理。 说了一堆观点堂皇, 又颠倒黑白的话, 试图用十万日元达成和解。 众人强忍着心中的怒火, 柏木家是穷, 但是还没穷到 要出卖妹妹的人格的地步。 但是也正如这个律师所料, 和发生这类案件的 大部分家庭一样, 出于保护, 都会选择不提起控告, 让时间冲淡一切的做法。 但是这其中, 不包括柏木家的大哥打野。 期间, 河野工作的地方被人打杂, 一个同事也被无辜牵连 受了不轻的伤。 社长通过警方获悉, 这些人本来是找河野的, 虽然河野工作还算努力, 但为了怕再惹来麻烦, 也不得不解雇了河野。 正被小梅的事弄得很烦躁的大哥, 发现河野的事, 根本不听解释, 认为他嫌弃工作辛苦, 不务正业而被炒鱿鱼。 无家可归的河野又找到以前的帮会, 而达野在梅根弟妹们商量的前提下, 找到了律师决定提起控告。 随着河野离家, 雅也带着小梅搬离, 这个家又一次变得智力破碎。 但即使全家都不理解, 和反对他的做法, 达野依然坚持着, 身为百慕家的长子, 只有他不可以, 也不能像这个残酷的现实低头。 即使要他独自一人承受所有的伤害, 达野得知自己又一次误会了河野, 感觉后悔又放不下架了。 而这时雅也回来帮小梅拿衣服, 并表示他们可以回来, 只要大哥取消起诉的决定。 达野没说什么, 交代文也把上次准备给小梅的生日礼物交给雅也, 就走了。 达野决定再次跑步, 参加即将举办的山中胡马拉松, 尽管受伤的脚还是时常隐隐作痛。 幸福叔叔知道, 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折磨自己没有保护好妹妹的愧疚感。 利奈不顾雅也的劝阻, 再次重返舞台剧, 即便这将会使他付出生命的代价。 谈及小梅的事和大哥的做法, 利奈反倒能理解大哥的决定, 因为在他看来, 有些东西比生命更重要, 而大哥也比他们想得更远, 即使现在逃避, 可以获得一时清静, 但心已如死灰, 又该怎么面对以后的生活呢? 这跟死了又有什么区别? 数日后, 雅也突然听到之前住院的演员, 忽然昏倒又被送到了这里。 惊恐感到的雅也, 发现躺着的真的是利奈。 回想起与他相遇的一幕幕过往, 再想起他那尊严比生命重要的言论。 因为知道达野脚有伤, 幸福觉得不可能在电视上看到他, 但事实是从开始到现在, 达野就一直冲在最前面, 经验的表现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虽然是前职业选手, 但毕竟有伤再深, 好景不长, 脚伤再次发作, 渐渐被第一集团超过, 但他拒绝工作人员的帮助, 依然一瘸一拐地坚持着, 看着电视上大哥即使拖着受伤的脚, 还是没有放弃地奔跑。 他知道大哥在向他践行着, 一定会保护好他的诺言, 也懂得了大哥想让他不要轻易认输的心意。 再次摆脱不良组织的河野, 浑身是伤得到现场给大哥打气。 终于理解大哥的牙野, 也一同到了现场, 文野和小雪, 他们也到了终点等待着, 有了家人们的支持, 达野拖着伤脚缓慢但坚定的前进, 直到赛事已经超过了规定时间, 工作人员开始收拾现场。 小梅在全家的陪同下, 正式提起了控告, 随后晚上为小梅补办了生日, 屋子里再次充满了既吵闹又欢乐的气氛。 河野在损友的怂恿下, 决定接受邀请, 今晚男干女装混入女宿舍, 结果一进门, 却是满屋子的欧巴桑, 被狠狠地蹂躏了一番后, 又被宿管阿姨发现, 慌不择路之下, 一不小心闯进了浴室。 河野心里估计在想, 这难道就是刚才被欧巴桑们蹂躏后的福利吗? 一家人为了小梅上大学的费用, 都在节衣缩食, 河野抱怨她内裤都穿破洞了, 文野的谁彩笔也秃得差不多。 小梅则内疚感十足, 为了自己的学业让大家这么委屈, 都在求大哥增加点伙食费, 但是打野还是不为所动, 既然你们都用苦肉计, 那我也来。 文野这段时间除了继续画画, 还交到了笔友, 名叫四田奈美, 似乎聊得非常投机, 对方邀请文野出来见一面, 但自卑的他, 一直找各种借口推脱。 原来那一晚被河野探到裸体的女生叫望月石西, 对方威胁文野支付他一百万日元的赔偿, 不然就告诉常理, 马上转正的文野, 自然被他咬得死死的。 但穷得叮当响的文野, 全身上下, 只有一千日元, 石西不客气地直接拿走就当分期付款了, 打野主动让钱川太太给小雪找起了相亲对象。 小雪一百个不愿意, 所以牙也给他出了个招, 既来之则安之, 那就顺了他的意, 答应去相亲。 如果打野在意的话, 心里一定不会平静, 借此可以确定他的心意, 也算是为他们两个创造的一次机会。 双方见面, 打野却在极力给对方安利小雪, 对方似乎也对小雪很满意, 而且工作稳定有车有房。 对方透露自己已经是第二十次相亲了, 小雪正错愕他条件这么好, 不应该相亲这么多次, 都还不成功啊。 对方刚决定坦白。 这哥们还挺老实的, 现在大家知道原因了, 这秃得还挺有特点。 自卑的闻野, 决定让和野代替自己去跟比友见一面。 虽然有点吃惊, 但为了弟弟, 平时省吃俭用的他, 还是带对方好好地玩了一趟, 并再次获得相吻一枚。 临别时, 还被大哥刚好撞见, 尴尬的他顿时落荒而逃。 嘴欠的大哥回到家里, 无情地嘲笑和野。 几个人猜测他会不会是上次的备胎事件, 所以才会让他这次如此饥不择食。 文也一旁不言不语, 大哥还以为他同情和野。 烦恼时惜要让他赔偿一百万的和野, 这时正跟幸福叔叔在外面喝酒。 幸福很高兴, 说这么多年来, 对他们的感情就像富与子一样。 和野趁机说, 那以后就喊你爸爸吧。 所谓无事叫爸爸, 不是钱就是钱。 幸福也很大方地给了他一百, 无奈一转头, 刚好看见在街对面风俗店打工的石熙。 和野吃惊他难道就这么缺钱吗? 既然晚上还在这里打工, 同时也不忘了提起赔偿的事。 石熙自然也只能识趣地表示互相保守秘密, 两不相欠了。 这时, 一群小混混趁着幸福叔叔喝醉, 偷了他的钱包。 和野自然义无反顾地帮忙, 抢了回来。 只是对方人多势众, 免不了一顿打。 石熙见状, 假装叫到警察已经过来了。 对和野明知道打不过, 还是毫不犹豫地保护自己身边人的举动。 石熙似乎对他的看法也有了一点改观, 见他满脸的伤, 还给了他自己的手帕。 家里边, 牙野给大哥说了即将去德国游学的事, 并向自己的父亲和幸福叔叔学习, 之后到需要医生的国家和地区, 做一名无国界医生。 达野马上反对, 一是家里现在, 就他一个弟弟最有学问, 二就是不舍的。 但牙野躯意已决, 已经无法阻止。 这天, 文野的比友直接到厂里找到和野, 原来这位胖妞比友也是假冒的, 对方一样也有难言之意, 于是和野回家, 二话不说的就带着文野出去。 原来文野的比友似甜奈美, 同样害怕被讨厌。 所以才跟文野一样, 叫人代替自己出来见面。 两个同样自卑, 但同时又渴望幸福的心。 或许也只有这样, 两个本来没有关系的人, 才会互相理解吧。 这一天, 是日本高考放榜的日子, 小梅紧张地来到现场, 寻找着名单上自己的考号, 0845。 很高兴文野能体会到恋爱感觉的同时, 大家也在等待着小梅考上的消息, 并准备为她庆祝。 只是事与愿违, 名落孙山。 正在大家不知道怎么办时, 看似貌似的幸福叔叔来了, 并手舞足蹈地恭喜小梅上榜了。 原来在旁边还有一个属于后补生的名单, 大概相当于第二志愿, 有了解日本教育的朋友, 可以出来科普一下, 反正这样一来, 也算是考上了。 众人到机场送雅野, 大哥也终于理解雅野学习父亲的心意, 因为他也一样, 心中装着爱的蓄水石。 哥哥姐姐有多爱家里的小妹, 他们俩趁何也没睡醒, 就想把他直接抬出房间。 何也宁死不从, 就直接动用生化武器, 最后不得不睡在客厅。 这一切都是为了腾出房间, 租出去增加收入, 给小梅凑够大学的费用。 真是一点也不心疼何也啊。 而租客也很快找到了, 因为考虑到小梅之前遇到的事, 所以租客只能是女的。 但是因为对方是东京大学学生, 而且外形与名字的关系, 直到见面才发现搞错了性别。 何也正高兴可以搬回房间, 但是对方一顿骚礼骚气的操作, 让达也又改了主意。 晚上,达也让这位真诚小姐打扮了一番, 打算先蒙混过去, 家里的两个女人也没有怀疑。 小梅更是很不见外。 你还要进去吗? 你还要去洗衣服吗? 她是在房间的掃除了。 和也和石西渐渐熟络起来, 石西为了省钱, 连午饭都省了, 直接蹭了和也的饭团。 和也再次问起她缺钱的原因, 难道是为了养男人吗? 石西像是被踩到了尾巴, 斥责和也现在, 每天都干着重复性的, 谁都能干的工作, 这样一个没有梦想的窝囊费, 不要来管自己的闲事。 数日后晚上, 和也在街上撞见了石西和一个男人一起, 以为这个男人就是他养的小白脸, 忍不住就上去教训了一顿。 结果发现对方只是客户, 和也两个人到酒吧喝了点酒, 谈起那天石西说他没梦想的事, 和也不是要石西道歉, 而是自己也从来没想过这问题。 家里就连腿脚不变的文艺, 都有成为画家的梦想, 自己难道就只能这么, 庸庸碌碌的过一辈子吗? 小雪上次相亲的对象前缘先生, 似乎仍未有放弃。 小雪想着把事情说清楚, 以便让对方放弃, 也只好再跟对方出去一次了。 经过一天的交谈, 小雪态度已经很明确, 但在车上, 对方希望小雪能直接点拒绝他, 否则他还是不放弃。 小雪委婉地说我喜欢长头发的, 但还是不够直接, 那只能满足他的要求啊。 小梅这天大学入学, 学校里的各种社团都在招心, 经过网球社的时候, 一不小心被撞晕了。 在义务室醒来, 发现身边有一个男生, 有心理阴影的他, 马上惊呼让对方不要靠近。 搞不清楚状况的男生, 捡起小梅一落的学生证。 第二天, 男生打电话过来, 希望约小梅在食堂见一面, 给他道歉的同时, 也想邀请他加入网球社。 发现有难的找小梅, 大哥马上警觉新大起, 店也没心看了, 忍不住跑到学校, 想搞清楚对方是个怎样的人。 男生是三年级的南云俊平, 似乎对小梅颇有好感, 而小梅也同样, 特别是看到弟弟文也, 最近和比友一起的那种感觉, 自己也想走出阴影, 去尝试接触男生。 但是大哥经历上次的事件之后, 可不这么想, 一番潜伏观察后, 终于在网球社发现了不对劲, 护妹心切地打野二话不说的, 就是一顿暴揍, 妹妹怎么拦也拦不住, 对方就被揍了三举。 最后发现, 只是在教小梅网球动作时, 一脸不知所措。 家里, 小梅抱怨大哥之前跟他说, 不要轻易认输, 不要败给这件事, 勇敢地去过普通人的生活。 但现在反而是他放不下, 只要有男生靠近他就紧张万分。 几个弟弟也这么认为的, 只是大哥说道, 你们都不懂, 因为你们都没有看过, 当时现场小梅的样子。 所以他比谁都害怕, 小梅在受到伤害。 第二天, 达野气势汹汹地再次到了学校, 正在对方一脸紧张时, 达野诚恳跪下为昨天的事道歉。 达野跟小梅说, 如果他今天不敢打, 他一定会反对小梅和他一起。 而今天看来, 这个人至少挺对他胃口, 或许将来有人, 能替他保护小梅也不一定。 真诚除了是东京大学的高材生, 家境似乎也很不错, 因为晚上看到小雪为家用而烦恼, 所以除了房租以外, 又主动多交了一万日元改善伙食。 达野当即称赞其出手阔绰, 真诚则说家里做大生意, 这点钱不算什么。 为了表示感谢, 达野亲自送他上学。 但是到了东大门口, 却遇到了似乎是高中的同学, 惊讶他为什么会在这儿? 他不是落榜了吗? 对方没有多言, 丢给了他一张东大联谊会的宣传单就走了。 下班经过的河野刚好撞见真诚, 吓得真诚连忙把重考东大的参考书放一边。 河野发现掉落地上的宣传单, 缠着真诚一定带他一起去。 本来就没打算去的真诚, 为了怕被识破身份造假, 只能硬着头皮答应。 正期待着联谊会的河野, 被石西发现了手中的宣传单。 两人自然又是一顿互相吵吼。 看着手舞足蹈的河野, 石西像是极度的又像是吃醋的想着什么。 小梅和学长南云俊平这一边, 进展似乎很顺利, 两人已经确定了关系, 只是第一次谈恋爱的小梅, 显得很是拘谨。 这个条件优秀的学长, 貌似也有很多追求者, 看着他们两个走到了一起, 似乎引起了某些人的嫉妒。 于是小梅在换鞋的时候, 发现脚底传来一阵刺痛。 竟然发现鞋里有一枚图钉, 这太可怕了。 小梅在学长送她回家时, 尝试着问她之前是否交过女朋友, 特别是社团里面的。 学长没有正面回答, 小梅也没有继续追问, 最后留下学长自己, 若有所思, 随后一名大神找到柏木家, 二话不说, 就感谢打野对他们家孩子的照顾。 正以为她找错人的打野, 没想到对方说出了真诚的名字。 因为听真诚, 自己说家境很好, 所以大家也一时没想到, 她就是真诚的妈妈。 毕竟从穿着和气质上, 跟真诚她自己描述的, 完全不符合。 看来这个真诚, 真的是不太真诚。 不久, 真诚回到家, 看到突然出现的母亲, 没有半分惊喜, 反倒表现得很嫌弃。 这样众人也很惊讶错愕, 本想看下儿子就离开的真诚妈, 但在打野的挽留下, 还是难为情地留了下来。 大老远地从乡下来到东京, 打野决定明天带真诚妈在东京逛一圈, 儿子则以学业繁忙为由, 表示适配。 打野非常耐心地陪着真诚妈, 去了东京各种各样有名的去处。 看着眼前有着温暖笑容的真诚妈, 打野似乎想起了已经不在的妈妈。 真诚妈妈透露, 其实他儿子根本没考上东大, 这次来东京是为了重考, 而他们的家境也并不优越, 普普通通的农民, 家里父亲还因为生病失去了劳动力, 现在只靠妈妈一个人苦苦支撑。 但即使这样, 真诚妈还是对生活充满希望, 积极地经营着生活。 这个笨贼抢了东西就跑, 以为跑得掉, 结果被一个职业马拉松选手追了九条街, 这抓到你, 连气都不带喘了, 只是顾着追人, 不小心追到了女澡堂。 结果反倒被荡橙色狼抓到警局, 和野和真诚这时正假扮成东大学生, 参加着联谊会, 抽到51号的和野, 一路找着今晚自己的配对对象, 没想到, 竟然是石西也来到了这里。 真诚则在洗手间再次遇到同学, 对方没想到他真的会来这里。 真诚的能力其实一点也不差, 他的成绩已经考上了早稻田大学, 但早稻田是私立大学, 他的家境负担不起, 于是, 这个所谓的东大生兼老同学, 忍不住原形毕露的羞辱起真诚, 所谓兔子急了也咬人, 不堪受辱的真诚直接和他掐了起来, 但是奈何手无腹机之力, 众目睽睽下被对方推倒在一边, 并被当场揭穿假冒东大的学生, 不明情况的和野也被牵连, 就这样对方还不肯罢休, 并嚣张至极地挑起阶层矛盾, 打野这个时候, 正在和真诚妈在警察局, 为追贼追到女澡堂的事做解释, 随后刚好得知, 和野又因为伤人也进了局子, 随即只能交代小雪过来, 换他送真诚妈去车站, 而他自己去捞人了, 索性对方不知道是良心发现, 还是怕麻烦, 没有提起控告, 只是打坏了许多东西, 要赔不少钱, 和野的月光一族生活, 在这样一来只能再继续一段日子, 没有听真诚的解释, 打野连忙带着他往车站赶, 只是警感慢赶, 还是迟了一步, 时期或许被联谊会上, 那位斯文败类的言论刺激了, 自我否定地说, 像自己这种人, 果然不适合这种场合, 众人回到家, 打野拉着真诚开启了化疗会, 真诚这个时候, 还想继续维持自己高大上的人设, 即使打野把他家里所有情况都说了出来, 他还在找着借口, 而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他, 不知道百慕家是多羡慕, 他能有这样的妈吗? 白慕家大哥的化疗技术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真诚不久便脱下自己的伪装, 真诚终于变得真诚, 打电话给妈妈, 为自己以前的种种行为道了歉, 百慕家的男人, 最近桃花运都非常旺, 继闻野和和野之后, 这次轮到了大哥打野, 小泉曾是和打野一样, 同属一家公司的马拉松选手, 他毫不掩饰地说, 之前因为他和千鹤有了婚约, 所以才放弃追求打野, 既然现在他的婚没有结成, 那他的机会就来了, 但是打野只当他说笑, 没有当真, 说回正事, 小泉来找他, 其实是因为看中了打野的弟弟和野, 因为他现在就在和野工作的场里, 任田径队的教练, 希望他能帮忙说服和野加入, 和野得知他们的想法, 马上逃跑, 并拉着刚好回来的小雪求助, 不明状况的小雪一脸茫然, 无奈, 和野只能继续逃离大哥的魔掌, 大哥气喘吁吁, 回到家跟小泉说, 和野这小子跑到车站只用了四分钟, 这更加坚定了他们俩, 把和野抓进田径队的决心, 小泉的出现, 让小雪心中坠坠不安, 而且打野送小泉回家, 一夜未回, 更是让他醋意大发, 虽然打野跟大家解释, 小泉因为当时的兴奋剂事件, 导致身边所有人都对他冷眼相看, 甚至亲戚都远离他, 所以他只是留下来安慰他, 什么事都没发生, 这天在店里, 打野让小雪不要吃醋, 而且自己没有他说的那么好, 希望他能找个自己喜欢的人, 同时雅也跟他说过, 小雪因为从小知道和大家没有血缘关系, 所以有了想和大哥在一起, 从另外一种意义上, 和大家成为真正一家人的想法, 但是打野觉得, 这样的感情是不纯洁的, 这天下起大雨, 骑着自行车经过的前缘先生, 看见独坐在棒球场边的小雪, 小雪脑海, 想起打野和他说的那些话, 忍不住哭了起来, 望着雨中的前缘, 也许正如打野所说, 他真的该换一个喜欢的人吧, 眼前这名戴着眼镜, 长相温和的大叔, 背地里却是名危险的黑社会分子, 但是为了救出, 还搞不清楚状况的女神松龙子, 小伙子出手毫不手软, 把石西从酒店救出来之后, 为了感谢他, 请他吃了碗牛肉饭, 石西说, 你之前不是说我这么拼命赚钱, 是不是为了养男人吗, 事实上, 他确实是为了一个人, 才这么的拼命, 而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他仅剩的亲人, 那已经如植物人一样的妈妈, 因为已经越来越虚弱, 不能再拖了, 所以他拼命工作, 就是为了给妈妈尽快凑够手术的费用, 而今天也终于凑够了, 他也不用再去做那种工作了, 这天文也像往常一样, 和奈美在公园约会, 只是今天, 奈美特意要求, 文也把今天的素描留给他, 随后来接文也回家的真诚, 看到奈美不知为何, 抱着好友像是在哭泣, 何也带着花来到医院, 准备看望石西的妈妈, 但是原来的床位却已经没了人影, 随后通过当职的护士告知, 才知道石西的妈妈已经离开了人世, 手足无措的何也回到家, 向在家的大哥说到此事, 非常害怕已经举目无亲的石西, 会想不开而选择自杀, 两兄弟正干着急时, 头脑清晰地真诚, 想到石西就算再想不开, 现在应该再为母亲办理后事才对, 于是, 翻出黄叶寻找附近的殡仪馆, 路上, 大哥问何也, 是爱上这个女孩了吗? 何也说自己也不知道算不算爱, 只是除了兄弟姐妹以外, 心里会因为担心, 而这样惶恐不安的, 她是第一个, 无故, 何也决定把石西带回家, 尽管现在家里已经没有空余的房间了, 众人也表示, 毕竟是女孩子不能这么随便, 但是大哥打野这次, 却罕见地支持了何也的决定, 房间可以以后想办法, 但是还有一个条件, 就是何也必须去小泉那边, 参加田径队的训练, 男人因为女神不喜欢秃头, 于是虚构扮演一个, 有头发有自信的双胞胎兄弟, 希望女神回心转意, 那天她的一首《眼泪君再见》, 女神本来心动的感觉, 已经渐渐出现, 但女神讨厌并拒绝了她扮演的强势兄弟, 为了不让兄弟自相残杀, 就更不能接受真正的她, 后悔的男人自爆, 自己是个为了爱, 玩角色扮演的傻瓜, 女神收下花, 仿佛又能接受这个奇葩, 由于百慕家已经人满为患, 大哥去中古殿逃了顶帐篷, 算是给石西的房间, 河野看见之后, 问大哥是不是想上天, 但石西却意外的很满意, 刚想带她走的河野, 瞬间没了脾气, 文也收到奈美信件, 说以后都不能见面, 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什么讨厌的事, 河野兴致勃勃准备跟石西共度出业, 心理建设已经就位, 不料刚好看见石西妈妈排位, 顿时只能强迫自己赶紧洗洗睡, 然而数了十二万六千三百只绵羊, 还没睡着, 打野还拉她起来晨跑, 竟然真的还能嗷嗷叫的跑, 年轻真好, 真诚自作主张, 男扮女装来到奈美家, 问她不能再见面的原因, 石西扶着没睡好又搞长跑的河野回家, 刚好看到小梅和学长在练习接吻, 河野没拦住, 石西就把这事告诉了大哥, 打野安慰自己, 就当他们唱歌, 但是回到家的小梅告诉大哥, 交往接吻不是很正常吗, 河野一想和石西也接过吻, 马上站队小梅, 打野一听还得聊, 于是又跟河野玩起了摔脚, 房间里石西和真诚, 正想着如何帮文也和奈美见面, 摔脚兄弟再次及时弄倒房门出现, 一日, 石西成功混入演奏会带走奈美, 本来只想让他们像平时一样, 在公园见一见面, 但两人却像是约好的一起上了电车, 还没有告诉他们几个, 河野确实有运动天赋, 虽然跑资还是没有进步, 但是已经能一口气跑三十公里, 一起训练的队友, 认出河野大哥上过电视, 但对大哥开头猛冲, 后面掉队的跑法很是鄙视, 河野岂容他误解大哥的心意, 但奈何已经有气无力, 小梅找到幸福叔叔, 准备请教他男女之间那些事, 叔叔一听以为他已经出事, 但事实是, 只怕拒绝对方那方面的要求, 会被讨厌, 真是个傻小妹啊, 于是幸福叔叔语重心长地说, 交往中的男人分两种, 一种奔着结婚去, 即使暂时无法满足也会忍耐, 另一种就是奔着和你发生关系而来, 所谓的喜爱只是占有欲在作怪, 画面一转, 小梅现在交往的对象, 还真可能是个渣男, 文也奈美坐电车上山, 两人你坐她的双脚, 她坐你的眼睛, 享受了一下午的美好, 只是上山容易下山南, 加上突欲大雨, 两人注定要历经一些磨难, 奈美迟迟未回, 她的父母找上了门, 河野去公园找了一转没有收获, 于是奈美父亲准备报警求助, 石熙和真诚终于坦白, 至少不是无故失踪, 但父母也忍不住怪罪起来, 得知百慕家的家长早顾, 奈美父母希望他们能理解, 不让他们见面的缘故, 因为同是残疾人, 单单要照顾好自己, 就已经用尽了权力, 所以真正的父母, 心里一定是期盼能有一个健全的人, 来照顾自己的儿女, 几个小的还是比较感性地表示, 不能接受这样的理由, 但作为长兄的打野, 虽然心疼闻眼, 但也表示理解, 真诚和石熙通过电车售票员打听道, 他们两个可能去了高尾山, 何也担心, 文也不会是去私奔或殉情吧, 这让打野心里, 顿时对刚才答应奈美父母, 不让他们见面的事有些后悔, 万一让文也放弃奈美, 对他造成了什么后果, 他一定痛不欲生, 文也本来想让奈美, 沿着唯一的下山道路, 先到山下的车站, 不要跟他一起, 在这淋雨受冻, 但奈美最终也没勇气做到, 除了害怕, 还有不舍得抛下他, 打野两兄弟赶了一夜的路到了高尾山, 终于找到了, 在山里待了一夜的文也和奈美, 索性只是比较虚弱, 年轻人休息休息就能恢复, 万分抱歉地送走了奈美一家, 文也自知, 奈美父母一定很生气, 恐怕以后是真的不能再见面了, 次日打野跟恢复得差不多的文也说了, 奈美父母希望女儿能找个健全的人做伴侣的想法, 而打野也是这么想的, 听后, 文也似乎并没有想象的难受, 他说正是因为这次的意外, 让他认清了自己不适合奈美, 因为根本无法保护好他, 打野和小雪也很惊讶, 这么在意的文也, 竟然能够这么想? 你真是一个弟弟, 他觉得我疲惫了, 你真是一杯打扮了, 但是心里的那个人, 是真的能说放下就放得下的吗? 学长带小梅见家长, 看他母亲的反应, 他这么做还是第一次, 所以特意留下小梅今晚在家吃饭, 因为牛肉太贵, 百慕家众人正在吃着猪肉版的寿喜烧, 小梅当回来表示已经吃过了, 吃的还是正版寿喜烧, 并告诉大家明天不在家睡, 自己要去参加社团两天一夜的集训营, 本来大伙都觉得挺正常, 石西突然提了一句, 说不定还会和男人独处一事, 于是达也马上感觉到不对, 迅速提出反对, 什么集训不集训, 还不是为了找个借口摸手摸脚, 大哥就是大哥, 网球男的目的确实不纯, 暗中配合这位极度的学姐, 替他玩弄小梅, 只因为他见不得小梅在他面前装清纯, 于是把他家的别墅钥匙, 给了看似已经有些后悔的网球男, 网球男准时来接小梅, 小梅以为人还没到齐, 但网球男告诉他所谓的集训, 实际上只有他们两个人, 小梅一脸错愕, 心生胆怯准备拒绝, 但是一想到大哥, 又有点气不过, 所以还是上了车, 达野一身正装来到市中心, 准备为了文也的事情, 找奈美爸爸, 钱元先生来到洗衣店, 拿小朋友们的棒球服, 告诉小雪因为之前的事, 自己已经不再戴假发, 并且也将调网离这很远的中学任教, 这边奈美妈妈发现女儿, 竟然从窗户偷跑了出去, 达野请求奈美爸爸能同意, 至少给文也能和奈美保持书信上的联系, 并说明这只是他单方面的请求, 并不是文也的意思, 奈美爸爸拒绝了, 不是因为他反对, 而是他已经准备和奈美妈妈离婚, 而将来没有监护权的他, 也轮不到他同意达野的请求了, 可能因为女儿的事, 夫妻俩其实都在心底责怪对方, 丈夫用工作来麻痹自己, 妻子用溺爱弥补对女儿的愧疚, 达野说一旦离婚, 奈美一定会责怪自己, 因为奈美一定和文也一样自卑起敏感, 但奈美爸爸说除了女儿的事, 还因为妻子有过外遇, 也许是自己确实疏忽了对妻子的关心, 自己也有责任, 但唯独这种事情他无法原谅, 可怜的奈美又遇到一个乱指路的, 当时的日本红绿灯难道都没有盲人提示音吗? 达野和奈美爸爸火急火燎赶到医院, 奈美妈妈见到达野, 忍不住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文也身上, 无奈只能先行离开, 小梅和网球男做完所谓集训后, 小梅就先去洗了澡, 想到今晚要和网球男独处一室, 独自坐在客厅的他, 想起那不堪回首的往事, 心里再次涌现出不受控制的恐惧, 随即跑了出去给家里打了电话, 希望何也能来接他, 同时因为不想让文也知道, 达野在小泉家通过电话获知, 奈美经过手术后已脱离了生命危险, 何也刚想叫石西拿纸笔记下地址, 小雪这时接过电话问小梅, 对方是对他做了什么过分的事吗? 还是很讨厌他? 嗯,好呀, だから怖い, 我爹地早点, 早点来, 不, 如果小雪知道网求男目的不纯的话, 他会不会为刚才的话后悔呢? 石西知道小梅的遭遇后, 说他理解小雪姐姐, 因为男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 想通的小梅鼓起勇气回去, 借口刚刚出来买烟花, 回到家的打野, 看着弟弟不知道该不该把事情告诉他, 次日早饭打野深思熟虑后, 还是决定把这件事告诉大家, 并莫名其妙地说, 文也最近过于懂事, 过于了不起了, 已经不像个人类了, 因为就算无法实现也不会放弃, 才是真正的人类, 而内美就是那样一个没有放弃的人类, 因为太过想见文也, 所以即使父母反对, 眼睛看不见, 也奋不顾身地想要来见他, 而出了车祸, 接着百慕家全家出动来到医院, 请求奈美妈妈, 但是经过此事的奈美妈妈, 更加反对女儿和文也的事, 打野理解奈美父母, 希望找一个健全的人, 照顾女儿的想法, 但是似乎大家都忘了站在他们的角度想想, 一个残障之人, 面对一个健全之人, 一定是有自卑感的, 虽然生活上可以得到相对更好的照顾, 但是将来如果感情变了, 弱势的一方只能选择忍耐, 有些残酷的现实虽然不想承认, 但要两个人长久地生活在一起, 双方必须是平等的, 我们在两人生活中, 都无法感受到压力, 都无法感受到的, 请求, 请你回答一下, 奈美妈妈还在犹豫, 奈美爸爸已经抢先出来同意, 奈美的新権者是我, 我没有离婚, 我就是奈美的父亲, 我一直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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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一路的磨难, 两只心系着对方的手, 终于又牵在了一起, 文也如愿以偿地找到自己的幸福, 而小梅这一边, 却要马上迎来自己的另一次打击, 阴谋得逞的美宝青车熟路地打开房门, 打破了小梅幸福的美梦, 以为找到自己的幸福, 美梦却不给他留任何回味的时间, 就崩塌了, 但是男生似乎也有难言之隐, 冒着被女孩全家殴打的风险来找他, 虽然有事瞒着他, 但他说对他的感觉, 却真真实实没有造假, 女孩实在是非常喜欢他呀, 只要对他的感情是真的, 即使受到了伤害, 之前的一切他竟都能够放得下, 只是生活从来不会因为, 你已经受到了足够多的伤害和折磨后, 就轻易地放过了你, 女孩当着男朋友的面, 被揭露了自己曾被强暴过的伤疤, 男朋友的表情告诉他, 他昨天刚对他说过的那些话, 好像瞬间也成为了一堆笑话, 当然,换做其他人, 一时间或许也不知该做何反应, 女孩在家人面前, 假装一切都没有变化, 看着镜子中自己的身体, 你还感觉肮脏极了, 他已经没有勇气继续面对了, 所以他爬上了高高的烟囱, 家里的大哥很快也爬了上去, 打算好好地劝说, 只是好像, 对于每一个决心轻生的人来说, 越是单纯地叫他们别想不开, 他们越是沉寂在自己的情绪, 越是靠近, 他们也显得越抗拒, 而女孩的大哥此刻很清楚, 女孩心里在想着, 自己已经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了, 肮脏的自己在这个世上, 已经没有资格得到爱, 也无法再得到, 所以, 大哥要做的就是提醒他, 他早已被爱所包围着, 只是不小心忘了, 你也要跳下来! 通过女孩姐姐得到消息的男朋友姗姗来迟, 说她无法做到姐姐的要求, 假装喜欢被强暴过的她, 但是知道了女孩因为痛苦, 而做出这样的行为后, 她的心也一样很不安, 所以她确定自己不用假装, 而是真的喜欢她, 渴望爱的女孩, 再一次地接受了她, 又一次走到了一起, 只是这样的剧情安排和女孩的选择, 是你希望的吗? 只因为从出生起就被生母抛弃, 这个知道和兄弟姐妹们没有血缘关系的小雪姐姐, 因为喜欢家里的大哥, 所以有了想要和大哥在一起, 从另一种意义成为真正一家人的想法, 只是事事往往不遂人愿, 大哥明确拒绝了她的这种想法, 而喜欢她的二哥, 小雪却同样像大哥一样, 没有那方面的想法, 就像她自己说的, 兔子太寂寞是会死掉的, 一直渴望填补因为被抛弃, 而丧失的那份被爱的感觉, 让她认清了现实, 决心嫁给一直在追求她的前缘, 并决定跟她到新的地方生活。 本来家里的姐姐嫁人, 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 但大哥却一脸愁容, 他并不是因为反对, 也不是因为突然惊醒发现, 喜欢这位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 只因为他所瞒着大家的事, 已经快要让他心里交瘁, 如果同时面对大喜和大悲, 你将会作何抉择? 难道不是应该告知本人, 尽快住院进行积极的治疗吗? 为了怕小雪崩溃, 又能够解除婚约, 只能假装喜欢小雪, 破坏掉她的婚事吗? 虽然小雪确实心里一直喜欢的就是大哥, 而大哥心里所承受的以及要考虑的, 比所有人都要多, 才会做出这种选择吧, 所以当小雪以为他只是开玩笑, 并且结婚对象前缘, 要求与他决战时, 即便知道非常对不起对方, 而且知道对方无法战胜, 他还是选择了应战, 只是这样真的好吗? 虽然暂时让小雪得到了心中一直期盼着的爱, 但是假的就是假的, 总有到真相揭开的那一天, 难道不怕伤害来得更加残酷吗? 其实打野心中也没有完全的想好吧, 只是想着把小雪留下再说, 向来只要为了家人, 就会拼尽全力地摆目家长子, 唯独这一次小雪的病情, 让她感到有心无力, 一直这样独自一人瞒着大家, 承受着可能会失去妹妹的恐惧, 即使内心最为坚强的大哥, 也已经到了极限的边缘,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独自承受着压力, 报喜不报忧的故事, 只是家人不是就应该快乐共享, 痛苦共担吗? 虽然实际情况要比说得更复杂, 但换个角度想想, 往往是自己给自己制造了许多不必要的焦虑, 看似伟大独自躺下, 却有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白血病又称血癌, 会造成造血干细胞病变, 破坏正常造血功能, 将导致患者出现贫血, 感染, 出血等一系列症状, 生存率非常的低。 白木一家实在太依赖这个小雪姐姐了, 只要她不在家, 家里就乱成一团糟, 吃不好也穿不好。 家里的小朋友们, 都以为姐姐只是身体虚弱住院检查而已, 所以都没有很担心。 何也发现, 自己没日没夜的训练, 以为终于取得了进步, 结果竟然是因为教练给她的饮料, 加了兴奋剂的缘故。 心灰意冷的她, 去找到大哥质问她这件事, 只是大哥现在的状态也无力处理她这件事了。 只好跟小泉明说不要再利用何也, 实习希望何也能劝导自己的弟弟, 并带她脱离何也曾经也待过的黑社会组织。 谁知道何也一见面, 就把她弟弟张无揍了一顿, 或许只有有过类似经历的何也清楚, 像她弟弟这种叛逆的年纪。 文也被有名的大画家发掘, 引起媒体关注。 但是年纪轻轻, 就被名利所包围, 也让她有点轻飘飘, 忘记了画画的初心。 甚至觉得恩师是在嫉妒她现在的人气, 只是她不知道这所谓大画家, 也是恩师的老师, 也曾利用过她之后随手丢弃。 只是想不明白, 她为什么被这样诬陷也不反驳。 但他们的这些事, 对知道小雪病情的打野和幸福来说, 已经不重要了, 再怎么也只能先放一边。 但是何也因为自己的事, 找到姐姐倾诉, 更让她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信任和团聚。 又听闻家里乱成一锅粥后, 同样牵挂着家里的小雪, 因为不知道自己已经身患重病, 所以也很快忍不住回到了需要她的家。 因为她, 家里再次充满了生气, 只是生活注定, 不会永远的这么风平浪静。 到了这一步, 小雪再不清楚自己究竟得了什么病, 也知道大哥只是为了安慰和留下她, 才会说喜欢她。 但即使这样, 她也感到很幸福啊。 就算是假装的, 小雪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 这种因为寂寞, 而这么渴望被爱的感觉。 相信对小雪的扮演者酒井法子故事 有所了解的小伙伴们, 也会觉得跟她的个人经历非常的像。 你以为这样的绝症梗, 一定是在说韩剧吧? 但其实日剧很早就有这样的情节。 除了本剧, 印象中还有1975年首播, 由山口百会主演的日剧血衣剧情理, 也有这样的设定。 所以说, 谁抄谁还不一定啊? 欢迎更了解的小伙伴出来科普科普, 在通过打野口中得知, 小雪身患恶性白血病之后, 雅也不久就从缅甸飞回了日本, 并很快来到了墓内医院, 见到打野和小雪。 小雪的白血病只能通过骨髓移植挽救, 所以除了需要立刻进行化疗, 控制癌细胞扩散, 和为了防止感染隔离治疗外, 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合适的骨髓。 雅也虽然在小雪面前表现得很自然, 但是他知道实际情况已经很严重, 所以小雪究竟能不能等到合适的骨髓都很难说。 又听闻小雪识破大哥之所以说喜欢他的原因, 心里着急的雅也, 一见到大哥就忍不住质问。 最有可能找到合适小雪骨髓的, 就是与小雪有直接血缘关系的人, 要不然普通人的几率将低至几十万分之一, 所以雅也很快便联系到了小雪生母。 但遗憾的是, 她本身患有肝炎, 所以对于现在非常容易感染的小雪来说, 也并不合适。 看过第一部的都知道, 小雪其实还有一位同母异父的妹妹。 虽然这样一来, 匹配的几率只剩下八分之一, 但也非常值得尝试, 尽管达也知道小雪生母, 甚至没有把还有小雪这么一个女儿的事情, 告诉过她的丈夫和女儿。 小雪的病情现在非常糟糕, 打野出发去找小雪生母, 试图说服她们可以让小雪同母异父的妹妹小慧, 可以前往东京检查她的骨髓, 是否能匹配小雪的血型。 但是鲁莽的打野太过着急把小慧吓跑了, 还被当成了变态。 生母这边因为从未跟家人透露过, 外头还有一个女儿的事, 一番心理挣扎后, 艰难地跟丈夫开了口, 但似乎结果不太好, 再次遇到打野两人的小慧, 以为他们是追债的, 因为他爸爸听说了他们两个来的目的后, 把妈妈打了。 打野犹豫不决想着怎么解释, 真诚见词忍不住 抢先把他还有一个姐姐的事说了出来, 只是小慧还是当作他们在骗小孩, 没有当真, 无奈打野只能亲自出面跟小慧爸爸谈, 但是对方话里话外都是这件事与他无关, 并且怪责妻子一直隐瞒此事是对他的背叛, 尽管此事是在认识他之前发生的, 并且用杀人这种完全不同性质的事来做比喻, 说即使是认识之前发生的也同样不能原谅, 总之他是不会让小慧跟他们去东京的, 仿佛对大哥的绝望有所感应, 小雪想起上一次离家出走时, 打野找到他, 与他在海边灯塔下看过的夕阳, 害怕自己时日不多的小雪, 像带自己如青鱼儿一样的幸福叔叔要求, 希望能带他去天台看看夕阳, 为了鼓励小雪战胜病魔, 雅也偷偷组织大家, 给小雪表演了一场不偶剧, 或许想起了打野说过的那些话, 丈夫在妻子出门前问他, 为什么要跟他这样穷困潦倒的人在一起, 而正走在上学路上的小慧, 看见自动售卖机前, 一脸疑惑的小姐姐终于回想起了, 曾经和小雪相遇的那一幕, 本能小さな出来事に手袋と洗い、 因为挽救小雪的希望再次重燃, 所以在列车上, 打野马上给医院那边打了电话, 只是电话那一头, 小雪因为突发急性感染万分危急, 正在被紧张地抢救着, 心跳停止情况危急, 通过电击之后, 总算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但是不尽快进行骨髓移植的话, 小雪也将命不久已, 现在就要看小慧的骨髓能不能够匹配了, 小慧骨髓的检查结果很快出来, 但看鸭爷的表情也知道, 结果不太乐观, 这意味着并不是完全不吻合, 但如果进行移植的话, 小雪身体将出现强烈的排斥反应, 以现在小雪的状态将非常的危险, 我去求你! 医者でもないのに分かったより口を挟むなよ! 小雪苏醒, 尽管以前被生母这般对待, 小雪还是非常高兴她来看她, 或许到了生命最后一刻的时候, 人将看透许多, 和放下很多心中曾经在意的事情吧。 就算再不愿小雪受苦, 但看到小雪和妈妈的这一幕, 鸭爷也决定跟小雪说明情况进行移植了, 因为他已经想好, 如果小雪走了的话, 他也会跟着她一起离去。 小雪知道移植的风险之后, 在进行手术前, 希望跟几个弟弟妹妹见一面, 毕竟不知道在这之后, 还能不能再见了。 丁主文也不要忘记画画的初心, 因为她已经足够幸运, 不用因为自卑自己不能行走的双脚, 而急于用画画去挣钱来证明自己, 而且也正是因为这双脚, 他们六兄妹才能重新聚在一起。 小雪希望, 小梅在以后和男朋友的相处上多多体谅对方, 因为她觉得男人在遇到困难时, 通常无法靠自己撑过去, 所以女人在这个时候就要多一份忍耐和理解。 如果她用言语, 甚至动手伤害了你, 请你原谅她一次, 因为她如果爱你的话, 她一定会后悔的, 但是对方如果再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你, 请你离开她, 因为这证明对方是个自私的人, 不值得托付。 小雪拖鸭也买了剑剑狗的贴纸, 送给和野, 因为小雪在小时候曾经用她告诉和野, 剑剑狗有魔法能让你跑得更快, 依次鼓励小时候体育课跑步总不及格的和野。 移植手术进行, 接下来就要看小雪的运气和求生的意志了, 她需要通过自己度过移植后三天, 最为凶险和痛苦的危险期。 这一天, 和野在看到恩师用文也自己的画, 战胜了她现在的话, 终于明白了她的用意, 不要完全被金钱玷污, 最开始画画那纯白无瑕的自己。 和野的马拉松比赛也开始了, 跟打野的跑法一样, 一马当先, 一开始便冲在最前面的跑法。 只是没有服用禁药的她, 很快支撑不住, 但是凭借着要为姐姐赢得宝藏的意志, 硬生生地坚持了下来。 与此同时, 小雪身体也爆发了最为强烈的排斥反应。 亚雅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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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 君の家へ続く あの道を 今 足元に確かめて 今日から君は ただの女 今日から 今 君の神情表現 代表小雪已經離開了人世嗎? 但是 画面一轉 你們一個個笑得那麼開心又是什麼意思? 編劇這麼調皮嗎? 私たちはカシアギとつや 歌います カシアギとつや 歌います 私たちはカシアギとつや イユニゾリマス サンハイ ラブ エダ フロン カナダ イユニゾリマ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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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ずっと 見守ってくれて それからは 私が中の人ともそばを追って ずっと ずっと 見つめていま ゴケン 自此 同一屋檐下系列全部結束 雖然第二部 對比第一部 個人覺得多了很多比較牽強的情節 但是 還能看到百慕一家的笑語類 也已經很滿足了 接下來休息一下 再為大家更新下一部經典的劇 我們下期再見 ここに愛はあんのかい? 愛はー! 心にダムはあんのかい? 愛はー! よっしゃ! 表のパートの貼り紙 見たんですけど パートの? 22歳 独身です カシャギ達也 独身です よろしく! 2人の愛は流れた